这些被害人公称都是听信朋友的介绍 对方公称薪水高 而且都不需要有特殊的技能就能够工作 每天的薪水至少有三千元 没有扫到却是遇上诈骗 乖乖坐在地上不敢轻举妄动 由于诈骗集团放出求职讯息 却把来应征的民众全关在座无处 这回救出五名被害人 有男有女从二十岁到六十岁都有 五人都是国高中毕业 还以为总算找到工作 应征后更派车接送面试 没想到一上车就被限制行动 根据新北市统计求职诈骗 今年每个月几乎都抽过实践 到8月25号为止一共有87件 有关求职诈骗的部分 账户背景是才肯放人 平均得关上两周才能够重获自由 TV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打坏儿 打坏儿 适合 文费